贺文哲卷入金华城弊案 被收押之后首份民调曝光 不仅凭空蒸发220万人好感度 民众党的钢铁小草 以及白领和高教育支持者 也正在悄悄流失 美国前总统川普两个月内二度预袭 索性这回枪手暗杀未遂 然而背后是否有政治性目的 枪手的身份和动机又是什么 带您一探究竟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怡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星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赶快来看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被收押之后的首份民调曝光了 到底这些弊案对于政党支持度 有没有影响呢 可以看到民众党相较上个月下滑1.8% 也就是换算仍然有超过230万的支持者 至于民进党则是比上次调查要小幅增加 国民党则是原地踏步 支持度完全没有变化 那么比较明显有出现波动的 是中间选民的比例下滑了5.2% 至于时代力量的支持度则是飙升三倍 来到5.1% 对此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尤银龙就指出 这份民调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小草 是选择不离不弃 而蓝绿两党也没有因为民众党 卷入弊案而受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整体政党支持度的变化不大 但是民众党在三大族群的支持度已经明显崩盘 运营党团今天也点出民众党的支持度跟好感度已经创下历史新低 从交叉分析更是可以看出钢铁小草正在流失 我们发现过去在20到44岁独占凹头的民众党 现在只有在20跟24岁之间依旧夺冠 也就是说年轻世代过去的非常纯化的钢铁小草 是确实在流失当中 好感度的部分220万人 好感度的蒸发下降了11.5% 这就数字说明了一切 大家对于柯文哲的好感已经完全的崩盘 至于国民党团方面则是分析有很多讨厌蓝绿的中间选民 因为对柯文哲的诚信打上问号 现在流向了时代力量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 不过蓝营也提到在立法院将会继续的寻求在野势力的合作 不会因为柯文哲的案件影响蓝白河 柯文哲他的整个声量下跌 那这是不是真的反映出说 这些小草们对柯文哲的一个态度 我想某部分当然我们认为是真实的 目前是但未来是不是还是要有待观察 我们未来在立法院我们还会做更紧密的合作 柯文哲的另一大警讯就是他的好感度跟总统大选前相比 这九个月来是凭空蒸发了220万人 而从民众对柯文哲的感情温度曲线来看 更是可以看出一路走低 也就是目前国人对柯文哲的观感 已经从过去的正面转为负面跟抱有怀疑的 至于这回政党支持度出现大幅成长的时代力量 则是表示不会太过看重民调数字 同时也批评蓝白两党现在忙着护航跟政治斗争 却不去好好的监督执政党 继续要看到的是民众党为了护航 柯文哲现在可以说是花招百出 不但发起了全国开奖 现在还制作了像是这样的懒人包要支持者们转发 不过这一系列的文宣就引发争议 律师林志群就抓包这个懒人包的论述错误百出 而且很多规定都只讲一半 大三如果这一切真的合法 那么省庆金还需要给上议员的公关费吗 议员杰苏培也列出四点质疑 最离谱的就是找错试用的法规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却一个都没回答到 他也点名黄珊珊现在忙着用法律来帮柯文哲解套 要他说清楚在金华城案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民众党为了瞎挺柯文哲 我整个党都当法 指出的条例居然是引用这个都市计划法 台湾施行细则 难道不知道台北市是直辖市 台北市有自治的这个自治条例吗 黄珊珊你当时在柯文哲要送给省庆金龙基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用这一套的标准去说服了柯文哲 国民党议员游淑慧也痛批 黄珊珊搬出法条要帮阿伯洗白 但是却越弄越惨自证犹罪 政治评论员吴静怡也大算 黄珊珊的说法是卡提诺法学院水准的应变 更点出黄珊珊跟柯文哲所有弊案竟然是完全重叠也都有关联 那么除了这个洗白懒人包 民众党的招生简章以及路跑活动的文宣也都引来网友的调侃 有人就说这个国政班难道是要交贪污洗钱以及填假发票吗 至于把参加路跑的民众形容成是堂口生物 也被绿营酸说难道以后民众党的演讲都要叫做堂口开讲了吗 最后要看到的是金华城安牵涉的人员现在是越来越多 画面中可以看到民进党议员洪建议今天再曝光这封 微经集团子公司的董事长朱雅虎 在2017年写给时任台北市市长市主任蔡壁如的一封信 内容中就明确提到了金华城安的容积率 他也喊话要蔡壁如出面说清楚 赠送的告诉蔡壁如 你全部讲的都在说谎 你是心虚 你不知道我手上到底有什么资料 2017年7月21 朱雅虎亲笔写信给蔡壁如的 我要再一次提醒蔡壁如 你不要转移焦点 而且不要偷换概念 现在重点是你有没有亲手下手遇 要求局势首长跟微经集团神董碰面 蓝绿两党议员现在持续紧追金华城安的内幕 不过有几名高度关注案情的国民党议员 就引发了蓝白互打的乱象 其中议员游淑慧就因为受到党内大佬的关切 甚至还连续受到来自民众党的攻击 而他今天也回唱要民众党不要再告状跟情了 同时又不断拿不实的消息来攻击人 那么面对民众党的乌贼战 蓝营的前立委候选人林嘉欣也批评 民众党的做法根本是流氓式的不理性回应 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也说蓝白河虽然重要 但是大势大非更为重要 至于国民党议员钟小平 今天则是现身台北地监署 表示要对曾延杰以及詹江村提告 他也秀出手机中的通讯记录 表示自己曾经被当事人威胁 不要破坏蓝白河 以及不要继续攻击柯文哲 他直言这一系列的爆料都是政治操作 热搜话题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 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前总统川普 竟然再次惊传差点被暗杀的消息 根据了解他是在当地时间15号 在佛州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被一名躲在草丛的枪手给瞄准锁定 幸亏特勤人员及时开枪阻止 才让川普逃过一劫 而这一名枪手也丢下打算犯案的 AK样式步枪驾车逃逸 不过就在不久之后这名嫌犯就被警方给逮捕 而他的身份也曝光了 是一名58岁的政治狂热者 过去还曾经是川普的支持者 不过现在是变成了黑粉 而且过去他也曾经因为持有杀伤性的武器 遭到起诉 不过这一次犯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还有待厘清 那么在二度暗杀事件传出之后 川普也在今天上午在社群平台上面 发文向大家报平安 除了感谢大家的关心 他也特别感谢美国特勤局以及警方的贡献 最后更不忘高喊自己以身为美国人而骄傲 而事实上在枪击发生之后不久 川普和他的团队就透过邮件向支持者说明情况 川普在信中同样是强调自己绝对不会屈服 另外团队也提到 这已经是两个月来第二次有人企图夺走川普的性命 那么面对美国大选再传枪响 川普的对手贺锦丽跟总统拜登也陆续发声 纷纷谴责这样的暴力行为 而美国媒体CNN则是分析 川普二度成为暗杀目标 不但凸显美国政治氛围的分化 也让整起事件更加的政治化 必须要观察后续带来的政治影响 新闻最后来关心中国偷渡客王旭坤 14号驾驶橡皮艇直奔来台 国安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面对近期频传有中国人士偷渡来台的事件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政府应该要严肃看待 并且厘清偷渡客的动机 行政院长卓榮泰也承诺 政府会迅速检讨这几次的事件 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有对我们自己国防安全 最重视的一个保障 那我希望我们的海巡 以及我们军方都能够如实的来执行 这个任务 若是我们发现到 我们在相关的设备 以及科技人员上面有所不足 政府会即刻的检讨 保障国家的安全 是政府责无旁在的责任 我们一定迅速的检讨 这几次的事件 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民进党立委陈冠婷则是建议 政府应该要跟民间合作 利用新式的征搜工具来加强海防 而陆军退役少将 栗正杰则认为这一起事件疑点重重 包括王楠是怎么克服这么远的潮流距离过来台湾 以及王楠到了台湾之后就直接拨打119的行为 都相当的不寻常 他质疑王楠偷渡来台 恐怕是中共正在进行测试 而另一方面 中共前解放军舰长阮方勇 今年6月驾驶快艇闯入淡水河 日前在开庭的时候 他也递交了手写信 表示是想要寻求台湾的庇护 他表示希望能够留在台湾 用自身的军事经验对抗中共政权 除了手写信的内容曝光 阮方勇还交出自己绘制的沿海军事部署情报 不过内容是真是假 还得由国安单位进行判读 而究竟法官是否会采信 而阮方勇又会何时被遣返 一切都要等到9月18号判决结果出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